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11月6號的掌握時機賺大錢 那在我身邊的這位是我們萬瑞君萬大哥 那我們萬大哥呢 在我們聚財資訊呢 也出了兩本書 就是從我們今年中跟去年底的時候 有兩本書 那歡迎說有興趣的那個投資朋友 可以去買來看一看 因為這個 這就是中國 我想我們台灣的這個經濟呢 跟中國這兩岸跟就業市場 還有這個觀光市場 兩岸這個持續在發展 那我們也利用這個掌握時機賺大錢的這個節目呢 每個禮拜呢 由萬瑞君萬大哥來我們節目上 來跟大家分析這個兩岸的這個局勢 以及新聞的這個點評 那我們看說這個 這一週以來呢 這個台北股市呢 之前有一天中挫之後呢 就開始在這個7300多點這邊 三四百點 來回震盪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欸好像蠻多利空 然後蠻多 蠻多這個 包括這個什麼美國牛肉啊 吵吵鬧鬧的很多事情 那我們看到台股 就是我手穩在這邊 然後一有好像比較好的消息 甚至也不覺得那是什麼太好的消息 欸股票就開始有點漲起來的 這個動作 跌也跌不下去馬上要拉起來 那到底這樣是怎麼看呢 萬大哥在因為觀察這兩岸局勢 這個特別的這個敏銳 所以我們請他來跟我們說 他怎麼看接下來的這個行情 尤其說即將要有選舉將近呢 還有我們上次講的MOU 可能 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 就是11月底 我們預測說11月底會簽 MOU 然後再來第四次江城會的 這個ECFA的這個討論 然後呢還有這個錄資啊 怎樣種種要來台的這些 這些這些新聞 那還有說這個觀光 因為大家一直懷疑 欸觀光陸客來台灣 是不是真的可以帶起觀光 有關觀光的這個 對台灣帶來的收益 還有呢 這個呃 觀光要如何可以發展起來 當時萬日軍萬大哥就跟我們講說 這個要票價 票價是不是要降下來 其實最近好像有一點還沒有提到 就是好像沒有在講的自由行的事情 好像又沒有了 好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請萬日軍萬大哥來跟我們分析 好 那還有說這個 有一則新聞啊 其實我也沒注意到 剛剛萬大哥有跟我提到說 私募基金 兩岸的私募基金已經看準這個台灣 好要進來 那這不曉得要怎麼來看 這個我也不是很清楚 那我想時間 我們就把多數時間留給萬日軍萬大哥 欸 曾英長好 對觀眾朋友大家好 一個禮拜一個禮拜的過去 時間是過得很快啊 那麼 時間雖然過得很快 但是台北股市這個禮拜的這個行情 動得很慢 實在是有點讓人憋得慌啊 我覺得 早上看完之後到中午看還是一樣 還是差不多 真的 真的大概出了星期三 有出現一個行情 但是星期三那個行情也太奇怪了 說真的 因為前面一天美股是大跌的 第二天開盤除了上海股市是小漲以外 包括日本香港全部都是下跌的 對 然後我們逆勢上漲了一百四十四點 嗯 了不起啊 我跟你講台灣人就是這麼聰明 永遠是做人做的一些讓人想不到的事情 我的看法很簡單 這就是選舉盤 從此刻開始一直到12月5號為止之前 如果說想做空的朋友 我真的是很誠意的建議你們不要做 因為恐怕是跌不下去 越牵扯到至少國民黨兩席的縣市長的這個quarter啊 真的有這麼的嚴重嗎 當然 一定不能讓他下去嗎 因為你破了七千二就是六千六了 哦 那你開什麼玩笑 當你跌到六千六的時候投票 你還要選啊 你不要選了 對 對不對 那多少人恨死了 對 是不是 所以 所以我跟你講 他現在好像卯足了肖堅的腦袋 他都會頂死在那個地方 嗯 但是12月5號之後就不一定了 但是我在這裡跟各位朋友講 也跟執行長講 12月5號以後 你們更不用擔心 嗯 因為所有的利多消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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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實 不是出現是落實 我今天我們這我們這節目已經形成慣例了 就是第一段一定要先談台北故事 台北股市是什麼 是資本市場 對 前兩天 也許很多朋友 我看新聞也大概除了財經 專專業的財經台 有提到這個 一般的中和新聞台都很很少提到 嗯 兩岸的私募基金 對 這一點非常重要 我知道這個很專業 啊 這個很專業 也許各位朋友對這個沒什麼興趣 但是我必須要告訴各位 兩岸的私募基金 比兩岸的ETF還要重要 嗯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它不受MOU的影響 第二個 它是實質資本市場整合的第一步 我們的私募基金可以到中國大陸去買東西 買買什麼 買它的企業 大陸的私募基金也可以到台灣來買 嗯 或者是大陸的 大陸的 基金可以到台灣來籌資 我們的基金可以到大陸去籌資 你懂嗎 也就是說兩岸的資本市場 它基本上來講 會透過這個私募基金 把原來壁壘分明的這種局面打破了 嗯嗯嗯嗯 它等於是在中間架了個橋樑 對 這在ETF之後 ETF是什麼 我曾經在這個節目當中我跟各位朋友講過 護身300的ETF 我們 可以在台北不必到 原來以前是要到 一定要到上海或深圳去開戶 而且還不能用我們的名字開戶 還得用他們的名字開戶 去找個人頭 找個當地人的人頭 但現在不用了 我直接在這裡 透過我們合法的券商 直接下單 直接對他們下單 嗯嗯嗯 而他們同樣的大陸投資人 要買我們的那個那個那個 什麼左右五十 啊 也可以運用同樣的方法 但是那畢竟是隔穴搔癢 嗯嗯 隔了一層啊 對 但是私募基金這種東西 那就不是了 那就是真到真金白銀的實幹了 對 可是可以進來嗎 因為像南山人壽 他這個有點類似轉到香港區再過來 一樣是受限很多啊 你講的沒錯 但是我要跟你講 此一時平一時 對不對 那個我 我先插個話 把我們第三段的重點 先在這裡先透個頭 對 陳雲林 第四次江城會在台中 陳雲林帶著大批的 大陸的 我們錄資企業的老闆們到台灣來 嗯嗯 來幹什麼 來直接洽談投資 我們原來不是開放錄資嗎 對 一直喊說錄資不來嗎 對啊 而且真的沒來啊 對 而且真的沒來啊 現在陳雲林在12月中的時候要帶他們一塊來 對 一塊來 啊 然後 大陸的四大銀行 要進出101 這個我們早就已經說過 對 對不對 好 但是 這些消息都已經出來了 嗯嗯 已經出來了 我跟各位朋友跟執行長報告 有 以我對他們的了解 這就是代表著他們準備要做 嗯嗯 他們就是這個樣子 要做之前先敲锣打鼓 告訴你我來了 我要來了 嗯 你們準備好嗎 好 情況就是這樣 這個部分我們放到第三段再說 嗯嗯嗯嗯 思慕基金我剛剛講了 為什麼這麼重要 現在是 據我的了解 現在的談判是彼此可以互買 或者或者是相互籌資 以後就有可能會變成什麼樣子 兩岸合作 已經 現在已經透露這個風聲了 已經透露這個風聲了 對 因為那個北京北京他們有一個 有一個採購 那個國務院有一個什麼採購部 部門的一個 領導已經說了 2010年 是他們已經 北京國務院已經確定了 產業發展方向 就是說 大陸的國資企業要走出去 走出去幹什麼 要購買全世界 他們認為不錯的企業 因為現在價錢還相對便宜 嗯 因為金融海嘯之後 很多大企業都已經是腰斬了 有我們可以看到滿多汽車業 在在併作國外的汽車 對 你不要講 就就您剛剛提到的那個 提到香港自己買南三的那個 對 如果不是金融海嘯 AI機會賣嗎 也是 對 如果說那個時候 你要向他買要花多 幾倍於這個價格來買呢 現在不是 等於是撿到便宜了嗎 對 對不對 但是那個北京的 領導臣說了一句話 說希望兩岸能夠合作 為什麼 大陸有資金有市場沒有錯 對 但是台灣有人才 嗯 這個我們 在我們這個節目當中 我也不知道提過多少遍了 是 對不對 他們買那些企業來 可能不大會經營 不大會管理 對 啊 或者是不知道怎麼買 怎麼談判 想請台灣人一塊去談判 對對對 對不對 這就是在 這就是資本市場的進一步整合嘛 嗯 進一步整合嗎 這透過什麼 如果說我們兩岸的私募基金 操作很成功的話 完完全全就可以這麼做了吧